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1日 也是我开学的日子 不过因为军事新闻太多了 所以先消化一部分 首先是在这礼拜四的航太展 目前已经有一些 成展的装备先透露出来给大家知道 首先中科院将会展出新的弹种 其实也不是新的弹种 就是之前讲的排回式的弹药 像美国的弹簧刀这一类的 叫做巡飞弹 小的单兵操作的叫一型 车子带的叫二型 所以这让大家拭目以待 二型就比较大 感觉像是之前展出来的 感觉比较像之前展出来 来渐翔那个尺寸 所以他由汉马车来带 一次带三枚 所以蛮大的 这个飞到对岸应该没有问题啊 因为这一类的飞机 它的驿展其实比较大 它不讲求速度 它要制空的时间 所以制空时间越长 它的威胁就越大 它才有时间下去判断 扫描地面的目标 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不见了 失踪 这是他们的官场文化啦 不是被自杀就是会失踪 所以还是在自由民主国家比较好啊 所以有些退降啊 不要再想要回归祖国啦 在祖国你可能连命都没有 B52 同温层轰炸机 它的引擎准备要更新 再战30年 这会创下了人类飞航史上的新纪录 它有八个引擎 那原先的规划案是换四颗大的 就后来还是决定八颗小的 所以这个美国有他们的考量啦 相信这样会更有效率 好 这是它新的引擎 这个F130 这是印象中是劳斯莱斯的产品 这个是美国啦 德州的一个侨领 被中国那边江苏省的法院判间谍罪 大家要小心这个 他们那边无限上纲啊 不过有可能它真的是美国的间谍 也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离远一点 这乌克兰新的无人机鲨鱼 好像大家都很喜欢鲨鱼嘴 觉得这样子很凶啊 专门摧毁俄罗斯的三毛举 这种野战防空飞弹 所以这个蛮值得观察 美国将有新的长射型的无人机 就是对于空战部分 美国有新的进展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观察 它是藉由无人机来发射长城的空对空飞弹 所以让发射的这个母机啊 发射的这一架战斗机 它可以在更外围的区域 所以你看这个无人机本身就蛮大支的 所以F-15来带才带得动啦 所以一般完整的空军的结构里面 重型战斗机是必要的 所以空军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现在的国力真的可以考虑了 今天解放军不断的在测试海峡中线 而且都贴着这个中线 很多人就说 你不是说不让它过来中线 因为它没有进领空啊 可是我们的飞机 据我知道今天有大规模的去 拦截跟跟肩啊 今天出动的架次也非常多 假如没有海峡中线 它干嘛这样飞 所以它就是挑衅啊 单纯就是挑衅 我又过来了 我又回去了 这样子 他们就是这样 那有别的媒体啦 又开始造假新闻了 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对海的雷达 在追踪的时候都 随便乱包中国的军舰的位置 海军现在出面来驳斥啊 这很多媒体都假借新闻自由 乱包一通 那另外有关鱼叉飞弹的营区 那也是另外有媒体报导说没有建商营造厂赶接 应该不会啦 这只是要驻美国人的教官 不可能因为这样子让这个营区变得很难盖 想太多了 那今天山东号在台湾的附近活动啦 不过我觉得啦 这个媒体不用用这种字眼 因为你把自己贬低到跟中国的那个传声筒一样 串访串怎样 人家就是你就说他故意靠近台湾 对啊 不要用到这种没有水准的用字啦 我们又不是他们 我们多有文化 对不对 所以没有必要啦 就说这个山东建啊 刻意的贴近台湾的周边海域啊 叫大家提高警觉 要感谢国军啊 海空军都前往跟肩啊 进行监控 大家放心 他不敢太过来啦 只有60海里 对不对 熊二熊三都打得到了 其实他们压力也很大 在无线电里面都听得到 他们自己都说 小心哦 我们已经靠近了 然后明年自愿意义的预算原额 因为我们在人员维持费里面 有编一个自愿意加级 要编这个自愿意加级的时候 就会算人头嘛 明年自愿意有多少人 这个金额就少了5000多人啊 所以就会有人用这个倒推回去 说难道今年有5000多的自愿意退伍吗 这当然啦 有些军种就是管教很不合理啊 然后放假也一直在传类啊 交代事情啊 动不动就把人call回来啊 这个然后把下面的人骂得跟狗一样 那当然很多人就 就当然就提早离开啊 所以自己造的业就自己单啊 就会变成这样啦 所以哎 那没有办法 那海军将添购两部塔形的吊车 就是我们以前啊 国防预算被压得很低 所以基础建设都没有弄好 像空军的机堡 战斗机的机堡不够嘛 机棚也不够 那海军就是港不够深不够大 然后很多基础工程 像这个吊车啊 也年久失修老旧 所以当然要补回来 趁现在国家的财政状况好了 赶快进补 所以三军都在赶进度啦 大家都支持 国安局采购新的枪急侦测器 这是非常正确的 不然有枪声 大家耳朵竖起来再找来源 要科技化 陆军也应该买好不好 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 跟加拿大的巡防舰通过台湾海峡 这个是伯克级的驱逐舰 后面这一艘是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级的 涡泰华号 它是巡防舰 这一艘是驱逐舰 你可以看这边是Mark 38 这是25mm的链炮 它这个是有射控的哦 它上面有红外线啊 这是遥控武器站 人家每样东西都要自动化 我们就是这部分还要再精进啊 再提升 这个礼拜的航太展 假如你没有申请 你可以礼拜六再去 这无人机的厂商 很多都会展示他们的成果 玉山剑听说 轴承套磨损 那台船表示正在调查 我想现在应该是还在保固啦 所以就让台船他们去弄清楚 这个东西是什么 轴承套 就是车页大轴 从引擎连接大轴到车页 可是这个大轴要穿出这个船壳到外面去 这中间会有个套子把它套起来 这个就叫做轴承 所以就是大轴的承载的机构啦 其实就一个套筒啦 那它这个要缝隙非常的小很密合 然后它有用油冷却的或者水冷却的 就是这个它旋转的时候会摩擦嘛 会震动啊 所以大轴跟这个轴承它会有摩擦 那如何冷却它又不会水流进来 这就是很高的技术啦 所以太紧它就会磨损嘛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等胎船 他们调查的结果就知道了 中石做了这个 其实我也有点 反正看看就好了啦 人家就是F35 因为它其实第五代战斗机的稳定性啊 制造过程的这个难度 因为它又同时在升级 不断的又把新技术放进去 所以每一个批次又不太一样 所以常常会生产到一半 然后就赶快再修正 这正常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设计半潜式的不羁体 这种要适合敌后作战啊 或怎么样 它就让水面的雷达反射波变得很小 不容易发现 这中南美洲的毒箱啊 常常用这些在运毒品 海军说鱼叉飞弹的营区 整件工程进度正常 陆军明年的边桩会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谷关的特训中心 跟屏东的空降散训中心 明年都会那边到陆军的校准部 因为整个陆军整个编制都大调整 不过少了五千多的志愿意 这个有媒体报导啦 说共军的位置 我们的雷达站都是用预推的 那海军是否认啦 我觉得我们雷达站都不是一个好不好 高山上有海军的雷达站 所以不要讲那么外航的话啦 纵使有的雷达故障了 也有其他的雷达可以接替啦 我们都是重叠的 每个雷达征收的范围都是重叠的 山东舰 说距离额软比很近 中国的军机都贴着中线 故意这样子 要把中线再推过来一点 慢慢想吧 那个中线叫戴维斯线 从美军协防时代就存在了 联兵一在美协训 国民党的立委啦 他说台美军事合作深化 可是他说不是外交突破 讲这个真的是睁眼说瞎话 什么叫做外交突破 你知道我们去美国 以前是不能穿军服呢 只能穿工作服 什么叫做工作服 就是飞行员的飞行装 还有就是我们海军在接舰的时候 穿的工作服 军服在船上的那些衣服 都可以穿 可是正式场合就不行 我们就不能穿军服 也不能有国旗出现 现在全部都可以 所以什么叫不是外交突破 这就是外交突破 好啦 那我们也没有张扬 大张旗鼓开记者会告诉大家 所以这苏所长说的没有错 我们合作不张扬 确保国家利益 就是可以做 不要一直在那边说 说给人家 好啦 陆军要扩军啦 可是你的干部人数不够 招进来的人都留不住 万一哪一天出现EUE的连长 大家也不要太压抑 哈哈哈 陆军赴美演训啦 陆军赴美演训保留国旗正常啦 现在应该还不太会有照片给我们看到 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将领参加那个什么太平洋 什么会议啊 什么陆战队的某些会议 什么亚太陆战队会议什么 假如是卓军服 那真的是大突破 希望有那一天 赶快到来 好啦就现在用EUE来补很多的官额 所以之后会有EUE的军官 EUE的士官 班长会有EUE的 然后可能只有连的督导长那些才会是志愿意 因为留不住人啦 就这样 这大家要留意 剑翔尺寸是差不多啦 不过会有很多构型啦 剑翔算做的不错 剑翔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 这剑翔只要放到澎湖啊这边的话 整个大陆沿岸的雷达站就要小心了 波兰准备要买新的雷达 它这是LTAMDS 这个雷达是爱国者的等级在用 可是这个雷达更强化了 因为它是完整的第一层防空和飞弹防御感测器 为什么说它是完整的是爱国者只有一面 120度 而这个雷达呢 它是三面 它是搭配爱国者防空飞弹来使用的 看这一个就知道 这个是 监端科技平边他们整理的啦 它有三面在那台车子上面 这样看你就很清楚了 三面 每一面120度 所以360度的防守区域就完整了 所以这个是用新一代的阵列雷达来做的 所以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军文导读 我用最快的速度帮大家浏览一次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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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